这个时候你就看到 勾连北约的这个感觉 态势也格外明显 包括最近很多国家的舰艇 接连抵日 包括意大利的航母 有没有 停靠在这个 恒须贺这个基地 还包括之前德国 有没有 说停在这里 要等待指令 看要不要穿越台海 所以一大堆 所以你看到这个态势 你觉得呢 日本在这个第一岛链的位置 这么重要 这么多的国家 他这个舰艇接连抵日 然后呢 其实我特别要讲 就全球的大战略来看的话 美国来讲 他必须要做战略收缩 这个我讲过很多次了 因为来讲 他如果说是第一岛链 他一直坚持在第一岛链 他可能会直接遭受到 这个大陆解放军的导弹的攻击 因为现在来讲 大陆解放军 他不管是东风17 或者是他即将成军的 福建一件航母 都可以轻易的打击到 他在第一岛链的部署的军舰 所以美国来讲 他已经做战略收缩 他现在已经收缩到第二岛链 就是关岛 我们看到关岛来讲 不管天宁岛或者是关岛 都在加强这方面的军事建设 但立将军我的问题是说 假设第一岛链有事的话 北约的欧洲的这些会过来吗 所以也换句话说 美国现在来讲 他不愿意放弃第一岛链 所以他将第一岛链交给谁 交给日本 所以你看包括到菲律宾来讲的话 现在我们等一下可能会讲 菲律宾的9701号舰 就是日本给的 就是日本给菲律宾的这9701号 所以将第一岛链的任务交给日本 当然日本来讲 限于他日本宪法的限制 所以就美国来讲 他就把北约拉过来了 就是说是 叫北约跟日本站在第一岛链的协防立场 所以这边过来是摆个阵 摆个阵把那个架势摆出来 真正如果第一岛链有事的话 北约的舰艇各国在这里 发挥得了作用吗 我觉得很难 我们先讲说日俄战争 就是俄罗斯的这种波罗的海舰队 绕过整个大半个地球到这边来 那你想想看 如果说真的是日本有事的话 你知道意大利这些 你要经过台湾海峡 可能吗 你要经过台湾海峡 你要经过海南岛 对不对 那你在那个区域来讲的话 就被解放军的海军伏击了吗 你怎么可能说是很安全的 你除非说是绕过整个大西洋 从巴拉玛运河那边再过来的 可能性会比较大 可是那已经是缓不济及了 如果说你整个舰队 我们正是看林肯浩从美国 要开到中东 你看就已经花了两个礼拜 那等他到以后 对不对 我们昨天也开玩笑讲了 说等他到了以后 这个郑助长才动手 那整整等了两个礼拜 林肯浩才过来 海军不像空军输入这么快 但是解放军是不会等的吧 对 就是说你如果说 真的是要来协防的话 到日本 你经过这边太多关卡了 你第一个南海 你过得来过不来 对不对 台湾海峡你过得来过不来 巴斯海峡台湾海峡 你根本在这个地区 可能就被这个解放军 不过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危机时刻 所以你看到这个多国舰艇来 然后各式各样的一个紧张气势 至少北约先把架势摆出来 对 就是纯粹政治上的一个宣誓意涵 政治的宣誓意涵非常强烈 那日本的外务部呢 当天也召见了中国的驻日代理大使 表达了严重抗议 当天就召见 事情的强度很高 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也讲话 不只是对日本主权的严重侵犯 也威胁了日本的安全 完全不可接受 那至于召见中国的代理大使 说了些什么 他说他不评论 不评论这个过程也很有趣 那所以从昨天我一直在看嘛 这个中国大陆的反应是什么呢 日本说你入侵领空 有还是没有呢 从昨天一直到今天 我们看到 好不容易刚刚这大陆外交部发言人 记者会被问到的时候才讲 这个讲法也很有意思 说什么呢 中国的相关部门正在调查 核实状况 中国无意侵犯任何国家的领空 并没有说没侵犯 说是无意侵犯 非常有意思 然后日本就开始算旧账 不止这一次 说今年三月份呢 就发现一架运酒 从东海朝向东南方的 宫国海峡飞去 然后呢 最后循着这个原路线折返 连续两天相同的空域出没 然后呢 运酒八月三号也看到了 前前后后好多次 所以丽将军你怎么看 之前大家都说嘛 就是要这个报复当月 我们看到这个日渐的 这个到了这个中国大陆的 这个领海 但整个态势来看 运酒出现过好多次 意味着什么 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可以 从几个角度来说明 第一个就是说 你看我们先讲 这个飞机的飞行路线 这个红色路线 这个不是 是日本自己画的 智慧队画的路线 其实我还看到日本自己智慧队公布的相片 它上面写着中国的Y9就是运酒的电子侦察机 所以日本承认这架是电针机 所以第一点我要特别强调的就是说 这来讲其实我觉得政治意涵很高 先讲政治意涵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P8侦察机 或者E3D经常三不五时的到台海中线 或者是到大陆的领空去绕一绕转一转 那这是中国很明显的表达说你经常用电针机到这边来 所谓你自己所谓的自由航行 现在来讲我也可以自由航行过去你那边 所以这运酒过去是很明显的做电子侦察 第二个我要强调这架飞机不是运酒运输机 它是运酒侦察机 那我当时这边没有相片 可是我看到日本公布的相片 这架运酒的侦察机 它的机型跟一般的运酒飞机有很大的差别 第一个是在它的这种我们讲飞机有一个垂直尾翼 它上面多了一块东西 那这块就是很明显的是侦察的 所使用的电子侦察设备 另外你看到它这架飞机的影片出来 大家可以注意到它的尾端上面来讲的话 那个上面多一个东西 另外一个你看到它机笔在下面 就机笔下面多了一个圆球 那个应该是摄影机 也就是它可以照相 你下面所有东西它都可以照相照相机 大家再注意到它柱子上面还有侦察的装备 所以也就是这架的侦察能力来讲 是不输于P3C的 所以它到这边来第二个政治含义 第一个刚刚我讲的就是 针对美国日本你350的 你P38到这边来说做这种侦察 现在来讲我也有能力去那边做侦察的工作 那我相信这架来讲的话不会白去 它一定也在这边做了很多电子侦察的动作 你看你接着你看它飞行的路线 它在那边绕很久 它在那边绕了好几个圈 两三个圈 这两三个圈不是在那边白绕了 是在那边做电子侦察的工作 这是第二个 它一定在那边做了很多侦察 所以日本很急 第三个用意你看到很有趣的一点 它在做最后一圈的时候 它拐进去一下 两分钟的时间 你看它这个黑色的线 但这个非常明显 真的是进到领空了 没有错 黑色线是它的领空线 它在最后一圈的时候 你拿它没辙嘛 对不对 它最后一圈的时候 它拐进去两分钟 那我看那个时间点是11点49分进去 11点51分出来 刚好两分钟 那这两分钟很明显的就是报复 你七月份的时候 你两月号到这边来 所以你看到 我觉得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 就很有意思嘛 讲的话是无意侵犯 没有说 没有否认侵犯这件事情 我没有这个意图对吧 把意图丢出来 然后还什么正在调查 核实状况啊 打打太极拳 那这个岛也非常有趣 我觉得这个中国大陆 是经过精心设计的选了这个岛 这个岛叫男女群岛 名字很特别 对 那它是一个什么岛 它第一个是无人岛 其实它对军事上 它上面没有任何 它不但没住人 更不要说有军事设施 它纯粹就是 可是它是一个钓鱼的小岛 就日本人来讲的话 它能够到这岛上 去做钓鱼来讲 是一种 有一种朝圣的那种心态 就我能够到 那个无人岛上面钓鱼 可能预产很丰富 在那个岛 所以解放军这次到那个岛 也很有意思 他选了很久 选这个岛 第一个无害 你没有军事设施 我不会引起太大的军事摩擦 你不会说是把导弹升空 或者是说 开机锁我 可是所有老百姓都知道 因为是钓鱼的 这个神圣的岛鱼 无害 但是又展现了一个态度 那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让丽将军一起讲 因为当然主要就是 在这个美国退出第一岛链之后 日本的这个位置格外的重要 那日本最近也做了 很多类似调性的一些动作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w Your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